西部黑马,雷霆引进超级内线,威少发狠话,新赛季干点特别的是,这个夏天,自由市场的交易,可谓火爆一场,尤其的詹姆斯加蒙湖人之后,西部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,威廉冠军得到好心思之后,球队整体实力再度升级,他们很有机会冲击三连管,而西部另外一支净旅火箭队, 在这段时间也基本确定得到小前锋卡梅隆·安东尼,如果甜瓜可以顺利适应火箭队的打法,那火箭会比上个赛季更加接近总冠军,惊吓,乔治的决定也是让人意外,很多人猜测乔治会前往胡人队,最终这一交易并没有达成,炮交还是选择留在雷霆队,球队虽然少了安东尼, 但下个赛季雷霆队的成绩,可能并不会太差,因为上个赛季甜瓜迟迟没法和球队融合,又占用了大量的出场时间,威少也打得很别扭,球队在季后赛也难免早早出局,除了续约乔治之外, 雷霆队还在休赛期与诺埃尔签下一份为期两年的笔薪合同,诺埃尔在费城76人队和达拉斯独行侠,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前四年,在前两支球队他还没有经历过季后赛,或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效力, 在那段时间里,他被降级为替补,他在球队中的角色分量持续减少,他在他的前四年,他场均得到9.3分7.2个篮板,1.4个盖帽, 这位原先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中锋,盼能把握住雷霆为他提供的机会,由此重获活力, 这位24岁的球,原已经证明了他可以成为防守中的一重要因素,同时还拥有不错的弹跳能力, 缺点是在得分方面缺乏多样性,诺埃尔可能会担任替补席上的主要角色,作为亚当斯的替补, 他可以成为雷霆上赛季努力寻找稳定性的替补关键球员, 诺埃尔在回忆起决定加盟雷霆时的情景时说道,威少和乔治在我跟多诺安教练见面时给我打了电话, 他们告诉我,我们要在新赛季干些特别的事情,我只有片刻的考虑, 他们所展现出的诚意,令我的加盟决定变得简单,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, 我与这支球队完美契合,依托于球队现有的运动能力与阵容拼图, 我的加盟将能对比赛速度产生巨大影响,在大家都在关注勇士、火箭和胡人时, 下个赛季,雷霆队会是冲出来的一匹黑马吗? 仿佛公司 苏冲 保持服务